最近国行iPhone的价格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暴跌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市场拿货的话 很少会拿国行的机器 一般市场拿的国行机器的价格 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 所以说我们拿国行机器的渠道 就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回收渠道 拿货价格非常的实惠 自然而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批发商的价格直接能够给到你们 所以说最近像14 Pro Max以上的一个机型 出现了价格暴跌 也给你们分享一下 在我手上的这台国行双卡的14PM128D紫色95层心的 原电值84的一个电池 给你们看一下特别流畅 有零动导6.7英寸的一个OMOLINE屏幕在高刷 其实跟现在最新的16PM竟是互分伯仲的 关键是价格特别实惠 4字头4999即可安排一台 你想有一台带零动导的旗舰 然后是要双卡双待的 直接选国行 4个角色价格比同行至少便宜500网上 人们会说了128G内存不够用 有没有更大一点的 98新的256G的14PM也是国行的 看一下特别流畅 因为我们回收的机子 基本上都是没有准备过的 全部都是全员的机型 所以说用起来真的是特别的爽快 像这种256G的价格会比188G的贵上1000 就看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个内存 去多花这1000块了 256G的5字头 5999安排 关键是它的电池和橙色都更好一些 当然说的这两款 一个是5000价值段 一个是6000价值段 都是属于高端的一个系列了 但是有一些预算充足的 它是想要更加顶尖的 要7000往上的 直接看这个 512G的15PM 同样是国行 电池90 橙色98新 而且还是最好看的 最百搭的白色 白色一般我们是卖的比较贵的 维持的价格也会相对更高 所以说这台的话是512GB的 现在的一个新机发射价的话 都要破万的一个价格 但是今天想到这里 直接安排一个超级特价 7000头 7799安排 这个是带圆核的 同样是粉丝回收的 它有8GB的一个运存 跟16PM是一样的 特别特别流畅 同样是这种太金属的一个材质 握持手感也是相当的不错 如果说你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 这种高端的国防手机 其实是更值得入手的 一点不麻烦 直接插卡器用 而且还支持双卡双代 该有的它全都有 而且它的性能强劲 用到5678年 完全不受问题 谢谢大家